好啊 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好像说 丁颖他受了伤 你的心里很痛呢 我没有说过这种话 现在你不承认了 够了 土妹 先前的惩罚还不够吗 鱼儿 我相信你不只是我的女儿 还是我可靠的属下 对吗 是 女儿一定完成爹交给我的任务 那就好 你下去准备准备 时机一到 再上属山 是 ちょっと准备我 算我 visa 我 就算你 把你以为你 和他的 你应该是 让他 你的 可我不願想這個 我只期盼你安然無恙 可是如今我身不由己 既然我無法去找你 也無人可以告知我你的狀況 整日牽肠掛動 思緒紛亂 月少是我僅有的念頭 只能寄託一次 派你回應 這個傻瓜 竟然還在擔心我 我當然擔心你了 因為我怕以後再也找不到你 丁怡 你你怎麼會在這裡啊 因為我想再見到你 那天在哲仙潭看你掉落懸崖 我恨不得跟你一起掉下去 不過看到你現在沒事 我就放心了 我沒事 我沒事 一封骨機關重重 你一個人進來沒事吧 沒事 放心吧 怎麼會這樣 沒事 我看到你就安心了 你 你 你怎麼那麼傻 你為我這樣做 不值得 你是為我哭嗎 你在乎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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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你 因为在我的生命里 只有任务和使命 可是为什么 为什么你却一次次地攻破我 我为你筑起一道道的心强 可是却被你的温柔隐隐瓦解 我当然在乎你 我不想伤害你 真的 我不想伤害你 娘娘这句话 就够了 你不想伤害你 我的生命 我是真的 对你 我当然想伤害你 撤起来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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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晚有一天 我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当上我的大老婆 对了 上一次在哲仙潭碰到的那个神秘女子 先是在客栈破了我的恶鬼阵 结果上山之后她又救了你 你跟她是否有什么渊源 我也不知道 上一次我追踪电影的时候 她出手阻拦 这一次又舍命救我 我也不知道她究竟想干什么 这个女人心思诡秘 行踪飘忽 而且宗主对她的态度又很特别 我得好好地去调查一下这个女人的来历 等等 怎么 你舍不得我 刚才的事 放心吧 我怎么舍得出卖你呢 不过 帮你保守这个秘密可以 从今天开始 你要对我好一点 师兄 我看你经脉清澈 脸色红润 实在是蜀山之幸啊 自从赤浑石出题以后 我轻松了许多 觉得浑身也都通透了 之前我一直担心这赤浑石 落在丁尹身上会有所不妥 现在看来 反倒觉得是对蜀山有益呀 蜀山有师兄你坐镇 我看绿袍也不敢怎么样 现在魔宗步步逼近 我是一步 也不敢停歇 师兄 我知道你但经节律 但是也不必为此 给自己那么多压力 之前几位小辈 不是成功把乌丰草给取到了吗 也算是给魔宗一点颜色吧 乌丰草一事 乌丰草一事 疑点颇多 魔宗之人似乎 对我蜀山已经了如指掌 似乎早就知道陈儿他们 会去折仙台 捕好了陷阱 等着他们落网 按师兄你说 那就是有人 暗中透露了消息出去 这还不能确定 毕竟无凭无据 我也不愿意相信 本门的弟子里会出叛徒 狄暗无明 我看绿袍迟早还会为了赤灰石而来 为今之计 就是让丁颖留在蜀山 只要他乖乖地留在蜀山的话 那绿袍也不会贸然进犯了 如此甚好 不过眼下当务之急 我们要立即下山 揭救那些被魔宗残害的百姓 师兄说得没错 只要多耽误一天 就会有更多的人受到残害 这么多年的平静 现在彻底被打破 可怜天下的苍生 又要因此而无辜受累 就知道在这儿 东征师兄 我听说百草仙人的丹药快要炼成了 可不是嘛 我正整地给师父送药材去 要是去晚了 师父非得把我扔到毒药缸子里去 等一下 我一直仰慕百草仙人已久 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跟他学习炼制丹药 那要不然这样 你先休息休息 我帮你送去 绝对不行 师父的药房下来只有若氏弟子才能进入 里面全是西式珍贵的药材 要是我放你进去 万一弄坏了什么 我就完了 小家伙 有些话呢 不能说的太绝 知道吗 看看 给你戴了什么 不就是乌残金丝手套吗 我多的是 你要干嘛 喜不喜欢 冬虫 拿了没有 您的草药 冬虫你记着 病人是因为湿血过多 而这鸡血疼 就是能助人脊造血的良药 再去冰腥残二两 冰腥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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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虫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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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冰虫残 成了 站住 你偷看我炼药 可是该想何罪 白嫂仙人 白嫂大仙 弟子就是因为太太太太太 也崇拜您了 所以 所以就 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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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削了您的炼药之术 你就饶了我吧 刚才让你取的那些药材 都是你亲自拿的 我这白子柜里有四百多味药 就连冬虫下草 平时都记不太清楚 你怎么能一下子就拿到呢 弟子不瞒您说 弟子曾经在您的药房里养过烧 所以将药材的摆放位置 都一一记住了 那如此说来 你倒是有点天赋啊 师父 弟子自从到了蜀山之后 对什么武学建树都不感兴趣 唯独觉得您的金石之术有独到之处 不光能治病救人 还能出奇至胜 这才是世间一等一的功夫 师父 如果您愿意收我为徒 我一定继承您的一波 说得好听 我白炒的一波 是你说继承就能继承的吗 师父您变了 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您是一个圣人 是一个好人 但是今天呢 您不愿意收我为徒也就罢了 您还打我的头 您还点我的穴 这是一个圣人应该做的吗 但是 我张剑柏就是这么倔强 如果您不愿意收我为徒 我就常规不起 我 好好好 那乌冬虫有没有告诉过爹 做我白炒的徒弟 一不用磕头 二不用敬茶 但是 必须要给我捞痒痒 乌冬虫这个笨蛋 这种事情怎么不告诉我呢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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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那我痒痒这门技术呢 我说第二 绝对没有人敢说第一 如果您放我走了 会不会后悔啊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陪我 那我问你啊 我们采药之人 最要掌握的是什么绝集 这个我当然知道 火眼睛睛吗 错 是吐母盾术 你觉得小张能成功吗 这可不好说 百草师叔虽然性子古怪 但小张鬼点子也多 这方面两人倒是挺合拍的 怎么了你 小张 小张 丁大哥 赶紧快救救我 我在这儿泡了两个时辰了都 我看你在里面挺舒服的 舒服 叔父你也下来试试啊 我看哪 还是百草仙人更胜一筹 什么 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师父的神药炼成了 掌门 这便是我百草仪连夜炼制的对症丹药 我相信一定可以缓解山下的疫情 师弟 辛苦你了 此次疫情乃是魔宗所致 不容小觑 此次我蜀山弟子下山 一要散药救灾 二要攻防来敌 若要有伤亡的话 人马增援不及 救灾返回功亏一亏 故此番 我决定亲自下山 掌门亲自下山 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只不过我们蜀山 不能够一日群龙无首 以免给魔宗趁虚而入的机会啊 这件事情我考虑过了 就由你和妙依留在蜀山主持大局 我带百草还有小炉下山 我们会速去速回 你们二人在山上 也千万不可大意 是 是 尘儿 张琪 紫英 清云 你们几个跟我一同下山 是 是 掌门 弟子也想去 为蜀山效力 丁尹 我知道你对蜀山 是一片赤城 但是 魔宗觊觎赤魂时 你还是留在山上较为稳妥 以免下山再生是非 弟子知道 还以为我肯定是 赤城 不被远的 不被被远的 都曾避免 从来 这边 肯定是 出品的 也不被远的 我肯定是 不被远的 你始终了 都那是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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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知道了 玉姑娘 你的心里是不是还想着玉姑娘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如果有一天 一不小心 玉姑娘和青云都掉进了水里 你先救谁啊 谁都不救 笨蛋 大人先救我了 走了 小心桃花运 小心桃花运变成烂桃花 走了 保重啊 高村师傅 你是来找丁颖的 是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了 公村师叔 丁颖 你来桑枉胎 你加倾手辰 你来桑山多久了 已经两个多月了 我听掌门说 你天赋异禀 又肯勤奋地练习武功 是难得一见的武学奇才 绿袍在二十四年前叛变了 整个蜀山一片混乱 所以师叔呢 才会对你多有防备 希望你不要怪师叔啊 不会 幸德掌门对我不离不弃 还有蜀山各位前辈 对我都不薄 倒是我三番四次违反门规 令大家为难 其实我心里面很过意不缺 门规再大 也大不过天下苍生之福 对了 掌门临走之前 叫我督促你好好勤家练功 今天我来看看你练得怎么样 自从我吃荤食入体之后 我的血气上涌 经脉逆行 每次发作的时候都非常痛苦 但是幸好掌门传我内功心法 现在发作的时候 就没有这么痛苦了 还有 我沿袭蜀山的剑谱 功力进步了不少 但是在公孙师叔面前 只是叼成小技罢了 那既然如此 就让师叔给你指点一二 那定义献丑了 想不到 他来蜀山十日上前 竟已有这帮功力 看来持回时 你逐渐与他相容 甚至对他大有帮助 你 你怎么样 我感觉 我感觉替那真气四处冲撞 好难受 臭妖子 没事吧 我才指点他武功 没想到激发了他体内的赤魂石 赤魂石始终是个隐患 不能掉以轻心哪 是我答应了 臭妖子 每天四时你提着一壶酒 去天门峰后面的树林找我 作为交换呢 我教你武功 以便压制你体内的赤魂石 怎么样啊 嗯 弟子遵命 师伯 让我送酒过来 这人倒是上哪儿去了 师伯 你真的是神出鬼没 好酒 好酒 还要说我呢 你是眼不惯六路而不听八方啊 交心以后啊 被人从后面通一刀子 我不就是前来跟您讨教的吗 嗯 准备好了吗 嗯 准备好了 走吧 师伯 您这是什么招啊 我这是要你接地气 什么叫接地气啊 你身上的力气太重 我呀是用这个天然之气呢 让你呢 把这个运气扭转 助你恢复 只要你照做就行了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你运运气看看 怎么样 怎么样 真好一点啊 我告诉你吧 武学啊 修为不能急功近利 你身上力气太重 又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 所以啊 现在让你这么弄 你就会舒服很多 你的身体就不会不堪重负了 明白吗 来 陪我喝一口 我告诉你啊 这个酒啊 是那个白草药蜂子酿的烈酒 虽然烈 但是啊 喝着爽带劲 与师伯学艺喝酒 真是人生一大快事 我从来没这么开怀过 咱俩在这儿喝酒啊 我就想问你一件事 但说无妨 你跟青云最近怎么样 就 青铜兄妹啊 行行行 少跟我来这一套 青云是我从小看着长大 我告诉你 他心里边那点小九九 瞒不过我的眼睛 他对你有意思啊 你不是不懂 不会没感觉吧 师伯 我想问您啊 您当年跟师父 是怎么认识的 我跟那个母老虎啊 真是不打不相使 听说蜀山上有很多高人 我就凭着任劲 爬了九九八十一天 才上得蜀山 我跟我们说 我跟我们说 你好 我跟我们说 我妈妈妈妈妈妈妈 你 寻找你的 匪备 我 这 那时候的蜀山掌门 白眉真人德高望重 看我已经奄奄一息 就收留了我 让小如真人照顾我 你可不知道 你师父那时候 可真是美极了 比天仙还没几分哪 我觉得被你师父 这么水灵灵的美人照顾 真是祖上积德了 可没想到 你师父那个暴脾气 还没得我伤好呢 就天天拿剑追着我赶 不打了 不打了 这一开始 他追着我打有人管 后来没人管了 他就这么追着打打着追 我们俩呀是大出感情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呢 人这一生啊 经历了打打杀杀恩恩怨怨 我总结出一条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啊 就是得意知己 两相为伴 把酒言欢 你师父小如 虽然是个母老虎 性子豹 但是他心地好 心地真的好 师伯 有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羡慕您 能有一个人 陪您一辈子喜笑动漫 把酒言欢 你也可以找一个呀 我觉得 青云就挺合适的 这个 青云不太合适吧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告诉你 不是我自夸 青云又漂亮 性子又好 你是不是觉得 他配不上你啊 不是 其实 行了行了 行行行行 你是不是 心里面有了别人啊 好好好 我只是觉得呀 一个人走 未免太寂寞 这么好的风景 两个人看 那才叫乐趣 师伯 我现在陪您看 不是两个人一起看吗 你快拉倒吧你 就咱俩 咱俩一对 我看算了吧 这酒也没了 我也该回去了 走之前我跟你说呀 珍惜眼前人 以后 你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啊 啊 果然不出我所料 诸葛玉武已经离山 丁寅留在蜀山之上 鱼儿 你要再次上山 攻破丁寅 机会请死一次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糟糕 请这一遍 不管怎么变 我今天非进水山崩壳 不 不 有人擅长咱们天没风剑阵 随我来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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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本来心里郑重你不得好死 没想到 你替我挨了一刀 咱俩算是扯平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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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玉姑娘她三分五次地救我 如果不是她 我早就已经死了 她现在脱离了魔宗和绿袍坊墓 她这次上山来找我 肯定是没有去路了 我求您 我求您救救她 我们不可以见死不救 师伯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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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上她 随我来 来 这个玉姑娘神情举止颇像一个人 难不成 师伯 您说过只要人心向善 身份门第都是浮云 我以性命担保 玉姑娘早已脱离魔族 绝无坏心 我求您救救她 我们鼠山剑阵可不是闹着玩的 她这是与剑气搏斗损耗过度 幸亏她内宫底子还算是比较深厚的 也没有什么大碍 只是皮外伤 那她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这样 你先去跟小张要一些上好的止血药来 顺便把手也包扎一下 难道这师徒之情还抵不过米色呀 弟子不敢 放心吧 我既然答应了救她 我就自然不会反悔的 去吧 走 走 姑娘 你最好不要乱动 你身上有伤 丁颖呢 他给你取药去了 你为什么要救我 故人之后 自当鼎力相助 玉姑娘 你爹近来可好 玉姑娘 师父 我们好 给你监紫 你啊 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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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